好,歡迎大家深看今天的新聞聯播 大師,我是浩蓮 你不戴帽了 我不戴帽了,穿西裝 Castle而已 CastleSmart 今天就直接說一下今天的耀聞有些什麼 緬甸那裡就很麻煩了 要看大師可否分析一下這個情況 你也要分析的,不要算是單納 我的分析比較差 緬甸軍警在3月7日的時候 因為這個治安問題 佔領了全國的醫院和大學 然後18個工會就組成聯合工會 呼籲全國罷工 現在已經是越來越大了,基本上就收不到科 現在他說是行動捍衛我們的民主 軍方同日就對公務員發出警告 如果罷工就會解僱他們 然後提提大家 其實這次衝突已經造成目前五十分死亡 還沒有國際有力量可以制止到這件事 不知道如何收科 還有他們現在是各式各樣的花式去阻止軍境 那些示威者 例如這個搞笑一點的就是 他們會用一些裙子 裙子下面走過會有惡運的 類似扔M斤那些 我覺得 用回這些邪門的東西去 用盡方法去阻止軍警的行動 這個是花片新聞的 重點就是現在事情越來越大 而且已經去到罷工了 因為你一去到罷工 對新的影響越來越大 情況就越來越不可收受 那這件事怎麼算呢 這件事由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覺得無法算 無法解釋 原因就是 他跟香港2019年的時候有幾個問題 香港2019年的時候 第一 其實是六四比的 選舉的時候 你也知道選舉的時候 還是維持了六四比的 所以 他能夠六四比的時候 即是說 我們可以當是接近五的時候 你不會這麼一面倒 現在他這一個 去到八二、九一的時候 就變得很麻煩了 第二 我的腿也算是女女下 雖然我其實不是生菲茲 也是女下 第二 就是 我們始終有 Supreme Power 解放軍在那裡 解放軍在那裡 香港是一個地方政府 如果北京有事 就沒得救 地方政府有事 就永遠都沒得救 是 是 你是地方政府 那堆解放軍 是可以督促那堆警察會辦事的 所以警察還會做事 現在警察不敢做事 因為你害怕 所以要軍人直接做事 要軍人直接做事 如果不是就很麻煩 第三 就是 他們控制著錢 香港 阿爺還控制著錢 而且有錢人還未投降 所以會比較好些 如果有錢人投降 現在他這個 到最後 你不出糧給我 你的政府可不可以不出糧給我 軍政府 軍人能否控制政府 軍人不能控制政府 阿爺控制了香港政府 控制了林鄭陽 控制了所有人 我懷疑 他的軍政府 控制 軍人控制政府 軍政府也要軍人控制政府 即是說 他現在不是在做一個 類似是1941年的香港 軍人全部都坐在政府 就是我昨天說的 每一個軍行的學習 會有一個學習 組成軍政府的訓練 軍人本身是認識軍政府 一定認識軍政府 但是他這個軍政府 軍人是否直接坐在那裡 我以為軍人不是直接坐在那裡 因為你已經做了民選政府 所以那些民選政府 會不聽你講 始終都是一個問題 就是 他們現在說 黃山素姊親中 即是說他們會親美 什麼意思呢 但是他們都是一些 政治姿態 實際上 緬甸真正的問題 是因為作為 一個小國 你永遠都是親 一個大國 是比較著數的 除非一個大國 就是 我們作為小人物 永遠都是有老闆 是比較著數的 因為他太過不親大國 他太過有獨立的東西 而自己又沒有一個 自己又沒有一個軍事能力 當你不親大國 可能有軍事能力 因為中國共產黨 當年都是親蘇聯 所以才是 你如果不親大國 國民黨初期的時候 都是親蘇聯 後來親美 你可以轉來轉去 但是一定要有一個老闆 老闆是支持你軍事和經濟的 所以他變成現在 因為他這麼久之前 所以那些人經常說 獨立 獨立的外交政策 很威風 其實是最差的 是比沒有更差 有老闆 雖然被老闆控制 做狗 做家犬 好過做野犬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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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 最主要是 他沒有那個基本的 那個後台和政治穩定性 其實你有解決社會的任何問題 又或者你是 例如你重新分配社會資源也好 你要去貪腐也好 你要高壓統治也好 全部東西都要有基本的後台 就是政治穩定性才能做到這件事 但是他們似乎就沒有 即使軍政府 例如他打 他果敢也未打完 他周圍都未打完 其實 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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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就是彈族 他全都未打完 所以他本身 如果這樣的話 他的分裂 我覺得沒得救 還有就是他 軍政府應該早就要投降 但可能貪腐 應該流亡過中國 我覺得當時是軍政府 關人鬼事 當著錢走 如果純藏什麼來講 但是牽涉太多東西 你最多是 因為軍 軍 軍 頭走 不可以全都走 但是貪腐全都沒有人 所以大家說很麻煩 你死了這麼多人 沒有救 一開始死了這麼多人 死了幾十人 沒有救 是的 基本上就是不能收拾 但其實也要收拾 因為他是中國隔離 他對中國太重要了 在這個位置上 所以其實中國他們又要去插手 又要去搞這件事 其實軍頭那裏 他們投降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想到一個理由 給軍頭投降 因為他現在的口實似乎不是這樣 他說大選 要重真選 是死的 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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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問題就是現在這樣 你清不清算 你清算是死 死 那裏頭有沒有走到這個地步 你的惡搞就是 他投降是死 那你對他怎樣 這件事就是這樣 他們現在是死殘的了 沒有後退了 這個是 我想要有 一百多人死刑 你如果下去的話 你如果下去的話 一百多人死刑 所以你到時候 你不能解釋 都要制棋 因為尤其是香港 可能對少少對比 我覺得有少少 因為其實政府在 反修例之後 其實很多 因為香港很明顯很多人 都是支持 反政府 反中反共 很多 很多這些人 但是政府因為基本穩定性強 偉大祖國在我們後面支持著 所以沒有問題 沒有人需要制棋去平民分 但是緬甸這件事很明顯 就一定要是有人制人 香港就是有些 這些最多就是 說來講去 是吧 他死了五十個 是他死了五十個 對 一開始要提醒大家 香港說來講去 都是說 那個 那個 周梓樂 那個 另外在那個 太古廣場 對 說來講去 那些人都是很 就是 他們自己說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是 不要這樣 就算當初做 控訴的時候 都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說得很實 那現在就 就算不是說 就算大約知道 OK 所以整件事 但是他們現在死五十個人 香港是這樣的狀況 都已經搞得這麼嚴重 你看他死五十個人 所以他的 他的狀況 香港是 10 以上 或者是100 所以我看不到 怎樣解釋 他們那群人 現在香港 那群 懲罰了 那群人 到最後 萬一 搞到政府 亂了 邵氏 那些 邵氏 那些人 都全部還可以回大陸 就算了 邵氏可以找 十萬人回大陸 都沒事 不會被控告 緬甸的關係 就會變 沒得到 他們回大陸 你每個人都說 我是潰子手 我殺五十人 我殺五百人 我回大陸 我回大陸 他可以永遠 沒事 但是這次 他們不免電 為什麼不退幕死亡 沒地方 還要走 好 下一節新聞 下一節新聞 其實是說 Foreign Affairs 一本很出名 對於美國裏面 國內很有影響力的 關於外交事務的 何術期刊 有三個美國的軍方人員 就在這本 Foreign Affairs上 就發表了一個文章 呼籲拜登政府 他經常都會 有一些文章 因為他都是外交官寫的 很多文章 就影響到 說出來 我將會外交政策 是一個外交辯論的 一個 智庫 智庫的書 接著這篇文章裡面 就說 拜登政府就要加大 對非洲資源戰略的資源投入 就跟中國和俄羅斯競爭 那個目標就是 鼓勵非洲國家 按照西方模式發展 經濟和政治制度 which是沒有成功過的 就是在日律上很少 沒有見過西方模式 是可以在其他 後發國家那裏成功 但是他們又想做回這件事 那麼 他們就會說 其實因為美國 就在特朗普時代 就撤離了 對這些小國的關心 要關心小國嘛 現在他們就要關心小國的發展 就叫拜登政府做兩件事 基本上 情況是這樣 第一 你說沒有成功過 是一個客觀描述 不過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忽然之外就變成馬克思主義者 本來不是的 現在就像 像常公子或者愛國 那樣 我都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OK 其實就是這樣 非洲在初初的時候 即是我們相信人類發展是一個步驟的 非洲當時是一個步驟政治 經過了幾十年的互相殺戮 打打幾十年 殺了無數人 然後 現在他去 西州很多 已經開始做Nation Building 所以他的經濟發展得很快 沒錯 所以現在他發展美式的政治 當你殺了那麼多人 做了很多事情之後 你的基礎是好處的 即是你的民主基礎是好處很多的 毫無疑問他發展了很多 而美國當初的時候 你看看他剛剛和日本和韓國 那些達成了協議 特朗普就要加三本軍費 但現在到日本 日本好像現在都沒有加過 即是說 現在拜登是政府 就開始磅水給日本和韓國 韓國好像沒有 韓國好像減了軍隊 我不要記得 好像減了軍隊 但其實就是一件事 我講原理 我講大方向 因為我習慣上都是講大方向 不是講很微觀的族樣 我不喜歡細微細眼的 我不喜歡細微細眼的 OK 大方向就是 美國之前能夠維持了一個大家庭的團結 就是 賣水給富鴻國 賣水給富鴻國 你就聽我說 但賣水給富鴻國的後果就是 你看美國是沒有錢的 你看到整個美國 好像有錢的 紐約 華盛頓都有錢 你看到德州 很多地方 這麼有錢的國家 都沒有發展 為何變成這麼多 Normanland 其實是因為他自己這樣 所以特朗普就看了這個機會 就發現 不是啊 我們不應該醒 你們要保護自己 不要讓我磅水 你們自己磅水 我還要剝削你 這樣回來的 OK 所以 拜登就說 再上台了 剝削不行 那些全部都走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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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就說 不要了 我們就磅水了 那他肯磅水的話 非洲是沒事的 但是問題 真的有這麼多水磅 那些水哪裏呢 你又要基建 你又要磅水 你收水 OK 錢也不如來 於是你又是否可以基建到呢 還是你國家開支 你印的錢 當初的時候都印不行 你連歐洲 因為歐洲是崩潰的 所以你看到08年之後 開始不磅 美國開始窮的時候 你會發現是 美國是借夠有錢人不夠狂 那個錢就去了夠有錢人 所以華爾街還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窮人就已經是越來越窮 那時候的貧富很厲害 所以特朗普那樣 看到的東西是對的 但問題就是 你不能同時間做兩樣事情 你的角力雖然是衰退的問題 現在歐洲就崩潰了 現在歐洲的經濟崩潰了 於是如果你再要賠錢給非洲的話 這條數你能不能走得起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在這裏 你又要國內建設 又要維持那堆人圍堵中國 如果 他的政策就是中國崛起 我聯合所有國家一起圍堵中國 甚至我還要加強軍事競賽 然後打對中國破產 好像當年蘇聯那樣 但如果今次再這樣搞法國 可不可以破產過你自己 現在這就是真正最大的問題 因為你自己的角力不如 現在 而且你 放水給其他所有的國家 那個成本率都高了 今時今日非洲都財大氣韜 不是那麼容易買得通的 即是說 即是說 我叫你來做 我叫你來做一個節目 如果你做一個總編輯 人工加了五倍的話 不是那麼容易買得通的 對嗎 然後就是 歐洲 歐洲又已經窮了我 而歐洲就是 你原來那條嬌 那條嬌已經禽於破產了 那你要救那條嬌 不是很像以前那磅燒水 他就可以能夠高到 而是那些 那些國家是陷入破產的狀況 即是日本 不是一陰向榮 日本 歐洲 全部韓國 全部都很麻煩 我認為 他賺不下你的數 走不了 因為所有東西都要有埋單 想清楚這件事 還在舉米國 而且 尤其是 因為我少少認識 我想補充一點 所以你特別寫 特別是 因為 每一個人 你們 常公子 楊宇 還有 軒仔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風格 那很奇怪 所以大家 可以看得出 新聞的取向 看你 我就知道 你選擇的新聞是不同的 是啊 因為我 其實特別關心非洲 因為我是 學術研究方 雖然做哲學 但其實我比較關心非洲的經濟發展 去參加過一些政府 或者大學的學術會議 你認識非洲語言嗎 我不認識 他們說英文 所以很慘 不是 埃塞爾比亞 埃塞爾比亞我認識少少阿哈摩里 少少阿姆哈拉語 因為到處都說 那些人不懂得聽 阿姆哈拉語 對不住 他是不是從古語言下來 很古老 因為埃塞爾比亞 是一個很古老的 他是在哪個海附近的 他近哪個 地中海 地中海 地中海是否明白的一部分 不是 地中海是否明白的一部分 他是非洲之國 在東邊 即是波斯瓦的文明 不確定 是否應該這樣說 他就是非洲之國那一堆 然後他的文明是比較獨特的 因為他其實是最早受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明的影響 所以他是最早的多宗教文明 然後 他也是在非洲裡面極少數地有自己文字 可以記載自己文明的國家 所以其實 我去到 挺有趣的 我去到 阿迪塞巴巴大學 跟那個歷史系的教授聊天 然後他說 我們其實跟中國很相似 首先我們沒有被完全殖民 但我們有部分被殖民 跟中國相似 他說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我們的歷史記載 是一直都有文字 所以我們沒有那麼容易被殖民者 去避免我們所有的記憶 這兩點我很判斷 他說這裏 但是 說回美國介入的新聞 其實非洲人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我不是說所有 當然 那裏是一個角力的場景 但基本上那些外交家 一坐下來 全部都一起罵美國 就是我去到任何場合 任何外交場合 或者任何學術 一坐下來第一時間 罵這個 CIA 然後就罵美國的 這個 不 IMF 罵這兩件事 然後那時候 剛好 可以說一下 一個小故事 就是那時候 我 一百年去非洲的時候 然後坐下來 我在那裏 有些外交官吃飯 然後聊起中國威脅 剛好即時真的看手機 有一個新聞 就說 因為阿迪斯巴巴是非民總部 非民總部 就是中國給錢幫忙起的 然後法國人就做了一個新聞 說 中國給錢非洲起非民總部 沒有好心 他們都安安了 偷聽器 什麼什麼 然後炒得很大件事 然後 他們就檢查 說找不到這樣 然後那時候外交官 看著 他是阿迪斯巴巴巴的高官 看著手機 然後放在那裏 我用華為的 我才不怕中國 偷聽 美國佬做的 這些事 即是他們很知道自己 在做什麼 通常 他對中國的 accusation 就有一部分是真實 有 一部分是誣衊 但是 就算算上誣衊的部分 都當真 他們美國之前在非洲 或者西方國家 在非洲發生的血腥 是整一百 整一百 即是我不要計 我當你 我入了 我入了 我當你說的全部都是真 非洲為何會搞成金錢 即是你們不是 你們不是 那時在非洲 即是十九世紀 大家分非洲的時候 那幾十年 大家有眼見 正如你當是 我當你在新疆 怎樣說也好 你對印第安人的殺落 是誠實 我當你全部都是真 我當你全部都是 我當你全部都入閃 那免得有博物 辯護你 即是問題是 眼熟都不同 你一句一句 我也免得跟你打 這件事 又沒有這件事 又沒有了 我吃完了 那你印第安怎樣 很明顯 至少 我們還有一個新疆省 他們印第安只有一個儆蓆 對呀 新疆人口加緊 你計算印第安人口 現在少了多少 沒錯 就是相同道理 對 好 那這個要問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好 你又要怎麼看 要求你的訓練 成功 你還要說 阿姨 你又要怎麼看 那天 你內心